100.5地方网 请收听台东地方文教新闻 各位好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台东地方文教新闻 我是美族 台东县政府所属的国内唯一合法的两颗热气球 应邀在元旦总统府升起庆典仪式当中 进行热气球升空展球表演 台东县长黄建廷在行前 为热气球团队受其打气 勤勉象征热情与美丽的台东热气球 在中华民国102年的第一天 清晨升起 为全台湾带来希望与祝福 今天记者的采访报道 应总统府邀请台东县政府热气球团队 元旦将在总统府的南北两侧广场 升起两颗台东热气球 由台东县政府官吕处处长陈淑惠领军 带领全台湾首批的五位热气球飞行员 及最熟练的地勤工作人员 即将出发前往台北 台东县长黄建廷 27号上午进行授旗 为台东热气球前进总统府信心喊话 台东热气球 高高高 台东热气球加年华 今年暑假缔造了88万人次参加 20亿元的产值 引起其他县市仿效热潮 台东县长黄建廷说 既然不能阻止其他县市 举办热气球的活动 台东就要办得更好 不怕货比货 黄现长说 明年起台东县将拥有 八位最高阶的商业飞行员 不仅可以在国内合法 进行热气球载客飞行 更将成为未来飞行学校的 种子教官 推广热气球 明年要开办的这个 第三年的热气球 我们的目标 也是我们从一开始 就设定的终极目标 那就是要自由飞 做商业 做载客的自由飞 有了这么坚强的机队 跟我们这一批 这么完整的飞行员 我相信我们在明年 一定可以很顺利的完成 台东县政府 是愿积极打造台东 成为热气球胜地 飞行的天堂 也是全国游客 搭乘热气球的唯一选择 记者胡美族台东采访报道 台东县政府全额补助 热气球飞行人才出国考照 向全国广征人才之后 两位获选者和一位自费者 以及原有的三位一般飞行员 晋级考照 台东县政府期盼 明年六张商业证照 一起入带 再加上今年的 林圆亭底金业 已经分获两张商业飞行证照 八张的飞行证照 就是台东热气球 家乡的票房保证 其听记者的采访报道 台东县政府12月7号公告 第二梯次 台东县政府热气球 飞行人才补助申请计划 向全国广为征裁 10天的报名时间 共收到48件 其中男性29位 女性19位 台北市14个人最多 高雄市9人居次 台东本县也有6个人报名 报名者当中 步伐有直升机驾驶 培训机师 以及取得飞机驾驶执照的 优秀人员 经评选之后 来自高雄市 有陆站背景的廖魏杰 以及台东县在地布农族的 邱胜傅 婚姻而出 再加上台东县原有的三位一般飞行员 吴志伟 许玉如 叶祈祥 也将公费培训 晋级考照 而一位台东子弟 崔浩泽 虽未入选 但家人支持 将自费参训 6位参训人员 即将在1月间 前往美国受训考照 台东县长黄建廷 期盼他们 能顺利带回6张商业证照 所以我们这一次 总共就会有6位 我们选派出去的成员 接受最严格 要回来 没有达成就不必回来了 一定要达成 黄县长虽然开玩笑的说 没有考上就不要回来 但受训者信心满满 有飞行经验的叶祈祥医师说 一定成功归来 一定成功 因为我祝成功 第一次参训就要拿商业证照的 廖卫杰 出胜负和崔浩泽 也同声为自己的梦想打起 达成梦想 叫叫叫 记者胡美族台东采访报道 台东发展这气球产业 成功创出名号 今年暑假总计 吸引了80多万人次造访 带来庞大的人潮跟前潮 台东新政府表示 明年热气球活动将推出自由飞行程 带领游客遨游台东的天空 请听记者李思颖的采访报道 观光旅游处长陈淑慧表示 台东拥有国内唯一两颗合法登记的热气球 以及经过高规格训练 领友执照的五位国内飞行员 因此明年度台东将会推出自由飞行程 要以完善的设备跟专业的服务员 带大家体验迎风飞行的乐趣 在101年终于有了自己的两颗球 五位合法的飞行员 所以在明年的重点活动 我们的台湾热气球嘉年华 在第三年就可以预约自由飞 台东县政府今年夏天推出的热气球嘉年华活动 总计吸引了80多万人次造访 气流体验有一万七千次 庞大的商机让其他县市有意跟进 对此陈淑慧处长提醒 还需要注意合法性跟安全问题 而不是一窝蜂的跟进 我们其实要强调的是说 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专业跟安全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来 有一些东西是要时间的 以上是交易电台记者李思莹 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台东县政府启动花县台东 荡漾幸福农油专车 县长黄建廷表示 县政府首次规划农油赏花专车 共计有四条主路线 方便游客享受休闲的农油假期 请听记者李思莹的采访报道 每年二期到坐交替之际 从花莲光复到台东堆南的 七个农会所种植的花海 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赏花 县长黄建廷说 为了便利民众到台东欣赏及旅游 今年特别规划农油赏花专车 除了赏花行程外并有相关的体验 跟品尝活动 今年我们第一次推出赏花的专车 从今天开始长达三个月 这个时间里面 那每天都会提供四条路线 除了去赏花海 还有很多配套的游程 包括免费的午餐 包括小礼物 DIY的体验 还有所有的保险 四大花海农油行程分别为 温泉花海长咖啡 观山花海品蜜香 池上花海稻飘羊 以及跳海望花克鲜果 活动从即日起到明年的三月十号止 每个人只要三百九十九元 十五人以上就可成行 详细活动内容 请上专属的网站查询 以上是教育电台记者李思寅 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台东县政府新春夏季 将在文化处演艺厅 展开为期三十六天的电影放映 文化处表演艺术科吴炎瑶表示 仍然会以不超过一百八十元的票价 来加汇献名 放映最强档的电影 让献名在台东影城 还没有完成营运之前 就能够就近观看电影 请听记者的采访报道 弥补台东县迷 以梅戏院看电影的遗憾 台东县政府明年将办理 新春快乐看电影专案 专案承办人 文化处表演艺术科吴炎瑶指出 仍将以最低票价来加汇献名 从寒假期间放映到元宵结束 让东部营众也能享受 看电影的美好时光 电影放映就是三十六天 会放到元宵结束后 这一定会播放的电影 用少年白的奇幻旅程 还有公益场子这部分的话 一定会办理 看电影是寒假期间最棒的选择 明年续办的电影专案 放映日期从一月二十号到二月二十四号 指包括有目前最夯的强党院线片 让民众用最划算的票价 观看最新上映的电影 此外也将安排公益场次 相关的放映档次表 及播出时间等 请民众密切的到文化处网站查询 以上是教育电台记者李思莹 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受到景气的影响 台东县阿尼瑟福儿童之家 今年捐款减少 台东乐林大学长辈们 在一个月前 自发性的发起爱心乐捐 由六位长辈代表 前往制赠爱心捐款 新台币共计两万六千五百元 整 要让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的孩子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请听记者赵家运的采访报道 阿尼瑟福儿童之家院长 屡历汉说 景气差的确反映在捐款与补助上 虽然院方本来就例行节流 但是仍然显得捉襟见肘 据例来说 孩子们的衣柜老旧 整体换新就要五十万 衣柜是必需品 却没钱换 让院方比较伤脑筋 实在是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孩子的衣柜准备要派旧换新 所以我们就是目前也在 筹出这一笔费用 大概要个五六十万 那事实上我孩子这么说 纵使天气很冷 温情还是满人间 了解阿尼瑟福的困境 台东勒林大学的长辈们 主动发起爱心乐捐 总共有103位长辈参加 60岁的许妈妈说 看到阿尼瑟福的孩子 就像看到自己的孙子 所以用疼惜自己孙子孙女的心情 希望能为他们尽点心力 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 看他们这样子也是很不好过的 我们自己就想一想 我们自己真的是很幸运 就能够伸一点援手 帮助他们也不错 没有收入的长辈们 省吃俭用捐出两万多块 希望以自己为例子 号召社会大众一起响应 关心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的小朋友 家伙电台记者赵先生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台东新政府招商新建影城商场 明年7月份起将拥有一座具有电影及商业功能 电影城的美梦将成争 到时候一二楼的商场将有知名服装 汉堡素食等业者的进驻 总计可以提供110个工作机会 再加上电影城的工作人员 总计可释出400个工作机会 台东县长黄建廷表示 影城的启用营运将可以翻转台东的经济发展 台东县政府也表示 明年春节寒假的电影专案 1月20号到24号仍然将会在县文化处的 艺文中心放映 而在影城营运之后 秀泰公司也会持续跟县政府合作 邀请弱势团体以及低收入户 观赏公益电影 台东县政府为了要迎接 2013年12月31号下午的8点开始 在台东市海滨公园国际地标举办跨年晚会活动 活动全程免费 邀请民众热情参与 台东县政府表示 为了要让活动的路线保持顺畅 将实施交通管制 也提供免费的接驳车 以及规划停车场让民众停车 呼吁民众必须要遵守交通指挥 尽量搭乘公共免费专车 12月31号跨年晚会交通管制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当天校的四点起 管制范围是南海路 从泳泉游泳池旁边以北 而第二阶段是下午的六点到隔天的元旦凌晨1点30分 管制范围是南海路 从七里坡餐厅以北 停车的部分分为汽车跟机车两个部分 汽车请停放在四围路上 而机车请停放在海滨公园内的 泳泉游泳池旁边的草坪公园内 免费接驳车是从12月31号晚上六点半开始到102年的1月1号凌晨2点为止 会经过台东火车站台东机场南京路广场台东市海滨公园 每半小时一班在台湾好心的站牌停靠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2013台东县跨林晚会12月31号晚上8点起 将在台东市海滨公园的国际地标登场 由许杰辉吴宜佩共同主持 邀请到张岳 结合台东马卡巴海文化艺术团 以及保丽达大乐队 设计长达一个小时的节目 还有歌星万芳罗美林等等的精彩表演 同时在最后有长达五分钟的高空烟火秀 欢送2012年迎接崭新的2013年 同时民众还可以持五张的11、12月份 在台东消费的发票到现场去兑换摸彩券一张 财品包括有五台的iPad 以及台东好物农产品等多项豪礼 发票则将全数捐给台东江湖中心 欢迎民众一起来欣赏好节目并且做公益 台东县泰马里乡跨林晚会 即迎接2013年第一道曙光系列活动 在12月31号晚上8点起到102年元旦1月1号的早上11点为止 在泰马里乡的银树光纪念园区热闹登场 泰马里乡长陈正俊 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这里倒数计时银树光 同时感受大山大海与人融合的新体验 泰马里乡公所表示 当天的活动包括有原住民歌舞表演 热门乐团表演 跨年倒数 释放烟火 同时还有银树光升旗典礼 并举办第二届比基尼沙滩路跑赛的活动 欢迎民众踊跃来参与 考选部公告明年的3月30号到4月1号将举办102年公务人员特种考试 官务人员考试 学务人员考试 海岸巡防人员考试 移民行政人员考试 其退出役军人 转任公务人员考试等五项的国家考试 设有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花莲及台东六个考区 应考人可以从今天开始到明年的1月3号向5点为止 上考选部的全球资讯网站去报名 台东县政府表示 这项考试台东考区设立在新生国中 为了方便考生的意识 免于交通往返的奔波 有志服务公职的姓名要把握机会踊跃报考 另外县政府也提供温馨免费的接送服务 方便考生在考试前一天 由火车站到考场 经过各饭店以及各等别考试结束之后 再送到火车站的服务 欢迎外星师的考生也来报名台东考区 以上新闻由美族编辑播报 谢谢收听 交流电台帮你成长